最惨豪门女星,新婚13天丈夫病逝,遗产一分没拿到,再婚依旧不幸。 在娱乐圈,尤其是香港娱乐圈,嫁豪门是几乎每个女星都追逐奋斗的目标。 昔日女神林青霞、黎姿、秋初珍等都嫁入豪门,日子过得光鲜亮丽。 当然也有过得不幸的,结婚后因为性格不合被踢出豪门的也不在少数。 今天要说的,大概能算是最惨的豪门女星了。 吴永威,1969年2月24日出生于香港,影视演员、歌手。 1989年,因参加亚洲小姐竞选获得最上镜小姐奖而进入演艺圈。 很多人都因为她出演过金之欲念而觉得眼熟。 吴永威在21岁认识了比自己大30岁的富商翁江培, 可是没想到新婚13天,她的丈夫就突发心脏病猝死了。 她的公婆觉得她客服,将她赶出家门,她丈夫留下的一亿几千万的遗产一分都没有分给她。 为此,吴永威找了很多律师打了将近十年的官司,终于,在2000年,法院宣判十年前她丈夫留下的遗产分给她900万。 而这些年,心力娇脆的她为了这笔资产花费和耽误了不止这些钱。 期间她也情路坎坎坷,曾经插足过别人的婚姻,事业也一落千丈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采。 后来沉寂很久的她又遇见了现任丈夫恋海棠。 恋海棠也是出身豪门,可见香港女星非豪门不嫁的思想还是如此顽固。 二婚的吴永威过得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。 自己的现任丈夫依旧喜欢捻花惹草,而她却只能一再隐忍。 只能说并不是每个女星都有嫁豪门的能力,反观跳水皇后郭晶晶虽没有女星一般的容貌,但还是和霍奇刚幸福如初。 网友们觉得她算不算最惨的豪门女星了呢?欢迎来评论。 2017年离开人世的七位明星,有的因病去世,有的是因酒驾去世。 清风扶场。2018年3月11日10点54分01秒。 2017年已经过去了,去年娱乐圈发生了很多大事,有的让人开心,有的让人痛心。 最让我们痛心的是,有多未曾给我们带来欢声笑语的明星离开了我们,大多数是因病去世,也有人是遭遇意外。 下面还点2017年去世的明显,再次让我们深陷道念和缅怀这些不幸去世的明星们。 1.江汉,原名江永明,祖籍辽宁辽阳,江汉出道超过50年。 同兴出身的江汉,出道至今演出超过200部电视、电影作品。 江汉,江汉在1985年版的《八仙货海》中饰演的是《铁怀里》,而他也在《唐新风报》中有出演出角色,不过大都是以父亲的形象现身的。 2017年12月7日,江汉于疗养院过世,享年78岁。 他的太太在8日晚间也向媒体证实次消息,震惊不少圈中人。 据悉,他在晚年因疑患关脉炎导致行动不方便,必须经常出入医院,之后为了方便照顾,转到疗养院。 2.严顺开出生于上海市,1959年,靠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,在校期间由于外形条件的限制。 2.严顺开大多扮演喜剧小角色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。 1980年,严顺开出演个人首部电影《阿Q正传》,代表作《张三行人》,《独养女儿》,《我那丑爹》,其中阿Q正传的形象深入人心。 2.严顺开平时就患有高血压,2009年11月他在大连拍摄完电视剧《我那丑爹》后回到上海,由于突然感到身体不是去附近医院就诊。 2.后诊时,因脑梗突然中风,经过医护人员及时抢救后脱离危险。 3.但是在2017年10月16日,严顺开去世,享年80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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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0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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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